不當期總統參選人郭台銘 已經選擇好幾天了 讓外界猜測是不是因為 被富士剛查稅的風波 不過近半發言人黃世修博士 是為了要連署交建倒數啦 雖然說他作證內部指揮 而主角沒有獻勝贏光幕 但競選團隊已經籌組 一批高顏值的親善大使 改變台灣郭台銘 歡迎支持郭台銘 歡迎連署哦 一字排開全是高顏值 露出大大的甜美笑容 拿手扮喊口號招呼民眾 一起幫郭台銘連署 被滿滿的熱情感染 平日下午忙碌的台北街頭 卻有不少人都樂意停下腳步 簽下連署書 但這群美女不僅僅是志工而已 還肩負重要任務 清善大使們 各個有拿手武器 還有團長周周一登場 就吸住所有目光 當然知道來選總統的時候 我就第一時間趕快來連署 那連署的同時 這裡的負責人也有請我說 是否願意當親善大使 我當時會覺得好像可以 台北組織美女軍團 高雄則有玉林軍帶隊 啟動連署車隊大會師 挺進街頭巷尾 據連署中選會交建不到十天 支持者南北分進合集催油門 只不過難道是受富士康查稅風波 以及各地連署站遭檢方調查的影響 主角已經消失螢光幕好幾天 郭董最近在家裡面 其實都在盤點各個站點的連署書 物流的回送跟保全的進度 其實在連署的過程中 我們一直在嘗試跟傳統選 在不同的方式去吸引中間的選民 去吸引年輕的族群 由親善大使當分身 郭台銘作證 丁連署最後關頭臨危不亂 目標衝破百萬門檻 這裡下去成爐 進行採訪報導